未来一周偏热各地高温近30度25日起北部东部转凉有雨 中央气象局表示20日白天起气温逐日升高 预估最热在22与23日各地高温近30度 南部近山区与花东纵谷等地可能有近35度高温 但预估25日起东北季风增强 可能会持续至29日北部与宜兰将会转凉 北部与东半部迎封面有雨 0加N自主健康管理新制经上路轻症免隔离回归实体看诊 COVID-19轻症隔离等期向防疫措施20日起取消 改采取轻症免通报与免隔离的0加N自主健康管理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罗一军提醒 19日及之前确诊的民众仍需按照5加N救治 完成5天隔离 不适用轻症免隔离新制 不可在20日自动解隔 另外 视讯诊疗疗也将自20日起退场 只剩山地与离岛与偏远地区及住宿市机构住民可视讯看诊 彰化北斗养鸡场转型友善动物 且鸡蛋质量具佳鸡粪还能发电做肥料 在鸡蛋供应问题炒得沸沸扬扬之际 台湾有些业者走出追求饲养与产品质量的新道路 根据行政院农委会观察 全台新式蛋鸡厂家数虽然只占全部业者的两成 可是产蛋量已占总量的一半 显示蛋鸡产业正在洗盘 跟不上转型脚步的业者可能被市场淘汰 秋时重为在彰化县北斗镇的牧场做出品牌 以友善方式生产的鸡蛋不仅获得知名餐饮高饼业者弃作或指定采购 还把鸡粪制成立肥 让投资废弃物处理的大厂经验 马英九二十七分之三赴南京上海等地首位卸任总统访问中国 前总统马英九将于3月27日至4月7日赴中国大陆祭组 成为台湾首位访问中国大陆的卸任元首 他此行将绿青年学子与中国大陆学生交流 预计访问南京与武汉与长沙与重庆与上海等城市 国民党19日表示 相信马英九此行对于两岸交流及了解有正向帮助 民进党立委则说马英九无法代表台湾2300多万人民 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指出 马英九作为卸任总统的出境管制期限 虽已届满 但若欲前往中国 仍需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于附中前级返台后向总统府申报 马英九访中计划最早是由独立媒体香港01披露 随后获得证实 德教育及研究部长将访台反映德国警觉中国势力加强与台合作 德国教育及研究部长史塔克瓦特辛格将在本周访台 反映德国近来对中国透过孔子学院扩大影响力提高警觉 并寻求与民主伙伴台湾在各领域加强合作 德国外交部17日指出 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也是德国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双方不会互访完全正常与也符合德国的一中政策 近年来 德国开始正式与独裁国家合作的风险 将中国视为体制竞争对手 因此打算在研发和华语教学等领域强化与台湾的合作 河南村镇银行受害者过一年仍拿不回存款放气球挂布条抗议 美国矽股银行倒闭后 除户得已取回存款 震撼中国河南村镇银行事件除户 部分积蓄报销的受害者12日在郑州施放悬挂抗议布条的大型气球 控诉存款至今仍遭官方非法冻结 被网友戏称为气球运动 有参与施放气球的除户控诉 矽股银行破产后 美国总统拜登三天内就宣布兑付除户存款 反观中国村镇银行除户被逼的报警 当局却一直没有立案 受害除户权益被当局无视达一年之久 习近平第三任期外交分析说 延续制定国际标准野心 习近平三月初破例第三度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后 将访俄罗斯 伴随着中国撮合沙乌地与伊朗谈判的声势 分析指出 习近平穿上和平使者新衣 在外交上延续中国成为国际标准制定者的野心 首要拉拢目标是南方国家 另外有专家认为 中国积极展现外交攻势 是中国在美中关系恶化后 对美国抗中策略所采取的抵御作为 但效果可能有限 而中俄关系则将更加紧密 经典赛美国满贯炮逆转胜委内瑞拉四强赛将延美股大战 世界棒球经典赛身兼地主和卫冕军的美国队 18日在八强赛对上委内瑞拉 开赛时美国猛攻三分领先 但委内瑞拉一路追赶羽在五局超前 比赛接近尾身时 美国以5比7落后 眼看就要吞败 但八局特纳神来一棒 在满垒情况下敲出拳雷打 成为美国的胜利英雄 这场八强赛打完 经典赛四强全数出列 美国时间19日将上演美股大战 日本将在20日出战墨西哥 亚洲杯射箭世界排名赛台湾女团反曲弓摘金林嘉瑜单日二金入代 亚洲杯射箭世界排名赛第一站在国立体育大学田径场举行 19日登场的反曲弓女团金牌战 台湾靠着黎才奇与江玉彤与林嘉瑜合力 以6比2积分击败马来西亚 替台湾留下一面金牌 身为女团选手之一的林嘉瑜在反曲弓女子个人决赛 则是以6比2积分击败泰国选手 个人单日赢得两面金牌 租屋足应对涨电价台电建议于700度改采时间电价 经济部电价审议会17日决议住宅每月用电700度到1000度为条3% 与千度以上涨10% 外界关心租屋足共用电表恐受影响 台电建议每月用电超过700度者 评估选用时间电价方案 兼离封时间分开计费且均为单一费率 不受累进费率的影响 并搭配节电措施 可进一步节省电费支出 针对公寓与大楼的公共设施 台电则会装置独立电表记录公共设施用电量 并非并入各住户的电表内计算 因此不会影响分摊用户住家用电的累计度数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